各位好 我是李陶 欢迎再次收看 2100全民开讲现场直播 我们稍后非常欢迎 我们的直播热线的电话 同时还有星巴达BBS族 所有的BBS族的朋友 都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 今天的话题锁定 是在男人跟女人之间的 一个很长期的争执 那就是长期以来 女性在整个的传统 跟文化的压抑之下 在性的方面 相当的被动或者是压抑 因此由女性同胞提出来 尽情的来欢乐的享受性 到底女人是不是也能好色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话题 邀请到两位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台北医学院的教授 同时也是性教育协会的 副理事长江汉生 江教授你好 你好 继续为您介绍的是教授 也是作家何春蕊 何女士你好 你好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因为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非常鼓励妇女来做这方面的 性的解放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觉得本来这就是人的权力之一 追求享乐的生活 追求愉悦 这是情与人权的一部分 而且说实在的讲 我们妇女同胞常常感觉到男人好色 这种好色的话 大概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好色 因为在我们妇女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 好色好像都是男人的单向的掠夺 比方说占你的便宜 吃你的豆腐 给你性骚扰一下 这一类的好色 那这一类好色的话 我说品质太差 我们女人如果好色 可不是这种品质的 我们的好色的话 是像美食主义者一样 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说是个美食主义者的话 他一定会很注意气氛 注意情调 注意对方的感觉 选择性 选择今天要做什么样的韭菜 选择今天要有什么样的配搭 而且会不断的去研究 怎么样能够改进食谱 怎么样有更多的变化 怎么样有更多的创意 把这个吃饭当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情欲上的好色 我认为也是一种美食 是情欲美食主义 所以女人在这里要求好色的时候 就不会像男人这样子 单向的掠夺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我先占了我的便宜再讲 女人的好色 是希望情欲的品质 能够提升 情欲的生活 能够更丰盛 更自在 更愉悦 没有人吃饭是要找苦头受的 都是希望有更好的享受 所以如果说谈好色的话 我认为就权力来讲 女人绝对有这个权力 追求她人生当中的愉悦 就能力来讲 那更不用讲了 事实上我们周围已经看到 很多女人是情欲的美食主义者 是 所以您认为 只要有这个很好的气氛 情调 然后做一些选择 这点请教江教授 您是在这个台北医学院 也是密尿科 您觉得女性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真的应该 或者是可以如此 当然是可以 因为女性啊 她本身这个男性 完全是一样的 她有七情六欲 那么我们说在文化上 给女性很大的压抑 所以这一部分女性 是应该要解放 刚才何教授讲的 我也很赞成 我常常给我的病人做一些指导 如何来一个所谓的 性的美食主义 不过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性一定是要道德的规范 这个无论是男人 是女人都是一样 是一律平等的 所以没有说 因为这个男人 他做了哪一些 这个好事的事情 是没有道德规范 女人也可以做 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 情欲是大家都应该有的 而且应该尽量把它美化 在生活中去享受 情欲对我们医生来讲 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现象 就好像看到一条血管 在流通一样 我非常兴奋 在文学上来看 在艺术上来看 这都是非常美的东西 他没有什么必要来反对他 可是你知道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性 政治 金钱 它有一方面是很伟大的 可是它如果没有道德规范的话 它方面是非常肮脏的 所以这个我想要厘清 就是任何一个事情 它必须有道德规范 包括这个性 在我们社会上 现在最需要的 不仅是一个情欲的解放 而且是一个情欲的规范 当男生 您或者听到男生提到 对性的时候 是一个道德规范 您自己本身会觉得好笑 还是说 这是另外一个男生的理由 我会觉得说 事实上这里所谓的道德规范 当然我们得问一问看 江医师所谓的道德规范是什么 好 道德规范 我们知道很多性 它是没有道德规范的话 它只要放纵情欲去做的话 它会发生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那么就我们所了解 我想这个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社会上 相当多的社会新闻 社会问题 是因为他们对情欲 没有什么道德的规范 比如说外遇 比如说嫖妓 这些基本上 在我们做性教育的理念上来讲 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性 它性教育上有偏差 它的观点道德上有偏差 那么这种性 在以后的社会会更加的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不仅是一些这些 避孕的知识不足所衍生的社会问题 另外现在是艾滋病的流行 对这个情欲的没有 一个放纵的情欲的话 那是一个相当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说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性的话 那么在女性解放如果不了解 这个层面的话 那它相当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对于情欲一向有规范 不过这个规范的规矩 好像定起来的时候 本来就不太公平 比方说对于情欲方面的发展来讲 男人一向都是比较有大的空间 它也有我们社会 大家都知道双重标准 来看待情欲的事情 男人比较有大的空间 比较有多的自由 比较可以被原谅 比较可以用被正面的语言来描述 可是女人的话 好像就是意识如尊千古恨 这种身体的争操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然后事实上在婚姻的规范上面 我们也看到男人违反 这个游戏规则的特别多 不过我这里倒想要提出来是 当江医师在谈道德规范的时候 往往谈的都是一些制度性的东西 比方说婚姻的关系 或者说性可不可以用金钱来交换 可是这一类制度性的东西 事实上跟品质好坏完全无关 婚姻之内的性是不是品质 就一定比婚姻之外的性好 或者说婚姻之外的性 是不是就一定比婚姻之内的性来得爽 在我们的道德规范之内的话 是老早下了定论 就是告诉你说婚姻之内的就是可取的 婚姻之外的就是不好的 所以您刚刚讲的美食的话 如果说女性可以开放 在这种美食的这种原则之下 包括婚外的性 当然了 因为这里的情欲 我们谈的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是情欲人权 也就是我的情欲得到伸张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化理念 由于这些所谓的道德规范 比方说婚姻这一类的东西 这类的规范事实上 在我们的情欲上面 不是一个助长情欲的东西 反而是一个压抑情欲的东西 为了要保持在婚前的争吵之类的 我们这婚前不能做任何的探索 大家都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婚后了即使情欲的条件不好 品质不好 大家都还是忍气吞声的 继续忍受下去 很多的家庭主妇都是这样子的说 他们实在觉得 跟他的丈夫之间的心理 曾经觉得规范是一个双重标准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不同点 我觉得规范是一定要的 我们讲婚内的性 它可能会在长期的生活中 慢慢的退化 也许你觉得你必须要婚外勤来 有个刺激 有个外遇 你可以说我的太太 因为到了年纪变得非常老了 再也记不起我那个美食主义者 或者老公 她一点都没有情调 我去外面享受美食 这种观念是绝对不好的 我所做的事情 我是要教这些人 怎么样让他恢复到以前那种感觉 让他去发掘心里面那一份美食 而不是说他去外面找另外一份美食 他看到就可以享受 这种绝对不是一种情欲的表现 这种情欲没有道德规范 它在我们看起来 是完全是没有那种美的感觉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我们的道德规范 并没有真正的帮助两个人之间的情欲 有什么发展 因为我们的情欲文化非常的不发达 我们每一个人在情欲上面的事情 休于其耻 不能公开讨论 不能研究怎么改进品质 总是在想 我们唯一考虑的就是 比方说一 有没有结婚 是不是在婚内 二 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一个 我们完全都在考虑都是量的问题 而没有想到说 到底品质是怎么样 两个人之间的情欲关系要好 不是这两个人的事 是整个情欲文化的事 如果我们的情欲文化 一味的只是以会生病 恐吓恐吓 或者说有责任 大家小心一点 严肃一点 面对事情的时候 要谨慎的选择 这一类的事情 事实上对于情欲的愉悦 是非常大的杀伤力 其实你刚刚提到说 重视品质 也会不会到最后 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重欲 对 我想 我想我要纠正一点 就是说 也许何教授没有看过 我们很多的书 在讨论情欲的品质 我们可以从生理的层面来探索 可以从心理层面来探索 我们可以讨论怎么样的气氛 才是一个最好的情欲的 一个开始 我们怎么样来做 一个行为的一种治疗 让一个人恢复最高的 新敏感跟新高潮 这些我们都在做 而且我们在一种 道德规划来做的话 它可以在一种制度内 在一种合情 合理合华之内 得到最高最大的享受 这个是最好的情欲 我们要提倡的是 这种情欲 我现在有点担心 这一类的说法 比方说我们要营造 什么样的情欲 其实我倒是觉得 要情欲的品质好 大家都知道 在情欲的条件之下 在两个人的情欲 互动之内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自在的 能够放 所谓的放纵 我不认为放纵 是一个负面的字 因为事实上 如果不能放开自己 在做爱的时候 我还担心 我的头发有没有乱 他会不会觉得 我太主动 太热情了 他会不会怀疑 我从前有过 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楼下的水 有没有关好 煤气有没有检查之类 如果都还在想 这一类的事情 不能够完全自在地 放开来的话 我看不出来 那个情欲品质 如果像您刚刚讲的 女性真的可以放开来了 我想请教江教授 会不会到最后 女生还是变成 在这种放开来之后的 一个最大的受害者 回答之前 我们稍微休息片刻 同时稍后呢 欢迎我们的观众 准备打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你以为女人 能不能也好色 你一定会分类 我继续 你 小明開槓 有話直說 女人是不是也能夠好色 繼續請教江教授 像剛才所提的 如果女人能夠放開來重情的話 那麼會不會到最後 女性變成一個很大的受害者 我想這個問題啊 經常我們在做性教育的時候 就談這些事情 這個不論是女人來的都是一樣 你要這個放縱你的情慾的時候 你不需要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第一個你是有充足的心知識 你有沒有這個謹所造的一些觀念 怎麼講呢 這個我想 可是何教授這麼說 我們在恐嚇這些事件 沒關係 您這一面來講 一面來找這個麥克風 讓您找到麥克風的時候 我再請教這個何春瑞 何教授好了 就是基本上男生跟女生呢 是不是他有一定性的這種差異 女生他在說這個性荷爾蒙上面 都可能比男生在這方面反應會慢 那你如果說讓這個女生也要進行 什麼的是不是違背了那個 一個事實的問題 我想連江醫師都不會否認 人與人之間有分相大的個別差異 女人絕對有非常好色的能力存在 我不認為一個人的好色的能力 是由他賀爾蒙而決定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不是也鼓勵大家 能夠超越我們原來的天賦嗎 我們希望人定勝天 希望開闊我們的人生 像江醫師剛剛已經開始講說 那麼要有性的活動的話 必須要先有性知識 那我說現在有很多結婚的夫妻 其實不應該有性活動 因為他們沒性知識知識 對不對 如果一定要性知識 需要先決條件的話 那這些夫妻都不能有性活動 不是這樣講 因為性知識啊 事實上並不是像何教授這樣這麼簡單 所以性知識包括什麼 包括一些 比如說你怎麼樣去預防性愛的病發症 這在一般的夫妻可能比較少發生的 你如果說放縱情慾的話 我們知道 也許何教授不相信 一個人 即使他在懂怎麼樣去預防性病 如果他到的沒有規範 他一樣會得來自病 所以我最近做一本書 寫了一個序言 看到他這本書的再版的序裡面 說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現代的人享受性愛的一個條件 就要強調是不是安全的性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都完全同意這樣的話 但是我不認為結了婚的性 就一定安全 是 我沒有說結婚不安全 不過就是說 我們現代人 如果說你要放縱情慾 剛才一個條件就是說 你必須要先了解性知識 然後有經手道德關 像玫瑞克雄森就是一個很老例子 我們常常跟青少年講 就是說如果你有多重性伴侶 即使你懂得預防性病 你還是會得了艾滋病 那女性也是一樣 你要放縱情慾前 第一個條件 你就必須要充足的性知識 成功來保護你自己 注意性的安全 第二個你必須要考慮到你的環境 男人也是一樣 考慮每個人都有自身的環境 如果你不是一個自身環境 可以允許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沒有這樣的規範之下 你是最大的受害者 這是無庸置疑的 這個言語會不會覺得 都讓你覺得是讓女性 等於對女性是一種恐嚇的 我覺得不僅僅是對女性恐嚇 對所有的人都是恐嚇 因為這裡所謂的規範 事實上又是一套規範 去規範所有的人 可是每一個人人生的選擇不一樣 她生活的選擇不一樣 如果說所謂的放縱情慾 其實我倒覺得放縱情慾是好事 因為表示說 至少我們人生的潛能在得到抒發 我們的情慾的需要得到滿足 放縱情慾不是怎麼樣的壞事情 倒是說拼命守著道德的規範 而一點情慾的空間都沒有 我倒覺得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她說我們常常聽到有些人講說 如果放縱情慾女性會受害 我把這個問題顛倒過來講 說實在的沒有情慾的空間 女人受害受得真慘 她不但說在婚前為了她的徵操問題 不斷地在焦慮在恐懼當中過活 她婚後對於情無一無所知 馬上栽進這個性活動裡面 也不知道老公怎麼回事 老公說什麼做什麼就做了 她以為這就叫做性 品質差得要命 但是也沒有辦法抗議 因為不是道德規範說只能在婚內嗎 所以就在婚內 然後等到生了孩子以後 生完孩子以後大家就說 你生了孩子了嗎 你還要情慾幹嘛呢 你還要什麼 所以你認為都是男生 拿著這個道德規範 變成一個束縛了 這個道德規範事實上 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是亞裔 是不是 我想剛才何教授講的 那些女性的一個悲慘的事實 就是缺乏性知識 缺乏性教育 我們必須要教女性 怎麼樣去發展她的情慾 在婚姻生活裡面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 最大的目的就是說 我要強調性能 它是有個社會責任的 我們今天做性教育的人 我是一個教授 我是一個醫生 我為什麼做性教育 我覺得太多人 需要這種正確的性觀念 我們今天講性 我們可以講每個人 自己的主觀 自己的感覺 我性應該怎麼做 那是你可以這樣做 沒有問題 因為你有你的條件去做 可是這個社會 它容不容許每個人都這樣做 這是一個社會責任 今天也許很多人聽了何教授 受了何教授的影響 這個女孩子可能晚上跑去PUB 然後她去重情形欲的 她的媽媽拜託何教授 高台貴手幫我一碼 我的女孩子不回家了 這個是社會問題 我想這個我們今天所說的 如果說造成一個社會負面影響的話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社會責任 照您的這個說法的話 像今天晚上可能就有一個女生 聽到我們這個整個節目 或者贊成您的意見 晚上到另外一個地方 碰到一個男孩子喝了兩杯酒說 你家還是我家 你覺得這樣是好嗎 她什麼都不懂 比較起另外一種女人 到了十點鐘 她就擔驚受怕地躲在家裡面 白白靜靜 她走在路上 隨便哪一個男人 打了她一下就拖到草叢裡面去強奸 我覺得比起那種白白弱弱的 一點反抗的能力都沒有女人來講 這一種敢站在自己的主張上面 肯定自己的情緣人權 做出她個人的抉擇來講 我實際上這種女人 還反而是比較可敬的 女人過去在這種 男性主導的道德之下 事實上受到太大的限制 這種限制 不是說只是把女人束縛起來而已 事實上造成女人的力量 非常的軟弱 造成我們的情侶文化品質很差 男人任所欲為的使用女人 而女人還不知道 他到底要的是什麼 江教授在旁邊連續講了好幾聲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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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錯了 這個我想 我們目前的社會是有一些 對女性的一些壓抑 然後有一些男性 她沒有經過很好的性教育 沒有經過很好的一種 兩性的關係的一個教育 所以對女性造成一種 性騷擾性暴力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努力去 去排除的 女性經過性知識的教育 經過防暴的教育 她有能力來防止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性騷擾 或者性暴力 就像何教授剛才講的 可能白白淨淨在路上 發生的問題 這個是她沒有一個良好的 一個防暴的一個知識 在任何一個社會 它都可能發生 你不能說一個 像一個伊甸園一樣 都沒有這個 即使是藍年 她也有這種不安全的 一個情況發生 所以這個是一個社會問題 女人你就是教她防暴的措施 但是你在另外一方面 一直告訴她說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你最好不要是太 大開大扣的活動 你最好不要太跟別人接觸 什麼都沒有 她每一個人都退退說說 你就教她一些花拳繡腿 她這麼打一下也沒力氣 她連拚命的那個勁都沒有 我覺得只有讓女人 有她自在的空間 做她個人人生的選擇 江醫師一直講社會責任 可是我覺得江醫師 在這過程當中 沒有顧慮到 我們個人對自己個人的責任 我的人生要怎麼走 我的人生要怎麼選擇 一個女人當然可以選擇 我願意好色 好色是什麼 好色是主動 是積極 是不退縮 是去營造 去了解 去知道 每一次的性活動以後 還能夠創新改造 希望下一次更好 這種主動的心 是需要在我們的情侶文化裡面 去慢慢培養 去鼓動的 但是我們的性教育學家 通常不會講這種事情 每次一講話都是 要不就生病 要不就道德 要不就責任 要不就規範 沒有一點點 讓別人覺得說 這是一件好玩的事 是一件輕鬆的事 但如果說把它當成一個 可以用主動的方式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好玩的事 我想請教這個江醫師 您覺得在一個 整個的現實的社會環境裡面 像是個叢林一樣 男生的本身的一個 基本的構造 再碰上這種情況 是不是會真正造成 更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回答之前 我們現在開始 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打電話 加入我們的討論 023956535 同時BBS組 027628168 歡迎全國各地的 這個BBS組 都可以跟我們電腦連線 楊老師 李秀 我想這個 何教授所講的事情 基本上他是相當的偏激 因為他也沒有聽過我的演講 我經常在演講裡面 就教我們的男性跟女性 怎麼樣去激發他們的所謂的 他剛才講的那些事情 我們都有在教 只不過是我們所一個 基本的一個觀念不同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一種 合理合情 有一種社會規範的情況來做 也就是婚姻之內 也不是一定婚姻之內 像單身的貴族也很多 他們也可以有合理的性 這不一定是說要婚姻之內 那為什麼婚姻之內的人 特別沒有人權呢 為什麼會沒有人權呢 為什麼說在這樣一個規範之內 你說他是單身貴族也好 他是沒有結婚的人也好 他都可以 對 都可以 也都可以探索情遇 那為什麼結婚的人就不可以了 婚姻它是一個制度 它是一個道德規範 對不對 對 我想很多事情 也許有些人可以這麼做 比如說我們說一對夫妻 他們容忍對方他有外遇 有怎麼樣 他們這樣做是OK 是沒有問題 可是在目前每一對夫妻 我們做個問卷來講 十對裡面可能又覺得 他不能忍受這樣的關係 那麼你說這個是合理合法的 他們在社會上會造成 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就我們的社會責任 所以說婚姻就是情慾人權的喪失 那不一定 你說婚姻的人沒有情慾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觀眾朋友的反應 023956535還有BBS組電腦的連線 我們特別歡迎女性的觀眾朋友 還有男性的觀眾朋友 都能夠打電話 加入我們討論 高雄陳仙 陳仙你好 你好 陳仙奇聲音大一點謝謝 好好謝謝 高雄姓陳 今天這位教授 他這個聲音 個人感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讓人欣慰的一個聲音 因為在現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很多價值觀念是已經受到一些扭曲 或者是說比如說昨天討論的這些題目 包括有一些神秘性的 特別比較屬於這種比較需要在以往對於一點神秘色彩的這種東西 往往會造成那種所謂的一個賣點和社會的一種力量 那種利用的一種一種一種反而會成為那樣的一個工具 像我們現在看這個很多這種藥品的廣告 或者是女人這種瘦身 強調這些東西的廣告 反而它導致的是另外一個價值的一種引導 好的謝謝謝謝陳仙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請下面一位台中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劉先生請說 你好 李先生你好 請說 我叫做女人也應該好色 因為男人跟女人是一樣的 如果說女人不好色的話 就沒有情欲這個事情了 所以我說女人應該要好色 她也是心理上的需要 身理上心理上都需要 所以我贊成女人好色 您的目的 您剛說你這個女人好色 您認為是 女人應該開放出來 不應該憋在心裡面 不講不敢表現 她應該表現出來 好 謝謝劉先生 台中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請說 陳先生 李先生你好 我是比較主張 沒有錯 孔子有講過 人是實色性也 但是我是覺得說 很多事情不應該 把它拿來檯面講 然後造成社會上的影響 所以我比較贊成 江教授的一個說法 謝謝 好的 謝謝 台北的潘先生 潘先生請說 潘先生 你好 各位好 我同意這個何教授講的 就是說性是很好玩的東西 女人也不應該壓抑性 那問題剛剛他舉的那個例子 我認為非常的不恰當 冒昧舉個例子來講 你的朋友有個女兒 聽了你剛剛那番舉例 她今天晚上去Pub 找了一個男人上床 這樣子你做何感想 你這個舉例我覺得非常的不恰當 好的 謝謝潘先生 謝謝潘先生 我們連續幾位觀眾朋友 這是不是從這裡來談起 像剛才最後的一位潘先生 他覺得我們剛才探討的那個例子 是不是會發生一些副作用 其實我們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通常大概就馬上就把一個青少年 舉出來就說你看這個青少年少女 這個在外面去 然後晚上就發生什麼關係之類的 我也認為說青少年說實在的 可以開始他們情侶活動了 我想江醫師也不反對 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 如果我們還維持說 一定要在結婚以後才能開始 那每個人現在都滿晚婚的了 這中間二十幾年的日子 到底怎麼樣過 所以青少年自己的情侶人權 一向就被我們做長輩的人在打壓 就覺得說青少年你們都是孩子 你還沒準備好 所以說實在的 你就性知識來講 青少年不見得比成年人少 就性經驗來講 性可能性來講 現在都不見得比成年人少 所以您覺得這個青少年 也可以開始了 當然可以 情侶人權怎麼會 這兩位要請教江教授 青少年是不是對 就您的這個觀點來講是適合的 您回答之前 我們還稍微休息片刻 同時繼續歡迎觀眾朋友 還有這個BBS組 馬上回來 已經請教授了 不付明 因為天使是 今天话题探讨的是男性跟女性之间 一个长期的一个争执 女人是不是也能够好色一下 刚才提到了就是说 如果说青少年也可以 让他重情放松一下 您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可能 我想 我们两方面来讲 因为事实上它发生的问题 找的并不是合教 说找我们 因为我们是这个 第一线的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 你知道现在台北市 这个很多私人这个妇产课 他们做的最多是什么呢 很多未婚青少女的一个堕胎 那么在台北市 姓兵房主要做的统计 他们统计说三个男孩子 有一个第一次的经验 是跟这个职业女人化身关系 得到姓兵的比例 越来越低 研究越来越低 这是一项就是说 当他化身性爱并发症的时候 这社会问题是相当严重 那我反过来 我并不是说 我不赞成青少年去了解情欲 事实上我在很多 大专院校开的课里面 就跟他们讨论情欲 讨论到非常深的一个程度 我可以讨论到 怎么样的性高潮 甚至我觉得 我们从这个学理上来探讨 女性的这种对性的感觉 比男性还要强烈 我们就要怎么样去探讨 就要怎么样 知道身体里面的一种 维系的感觉 就要他有这种一样的功能 可是他在什么时候 用得上去呢 他必须要在完好的准备之下 他才能够用上这份的情欲 而不是说随便想到就去了 就去跟人家上床 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一种想法 我也要担心的就是 将医师口中的完好的准备 恐怕都是所谓的 一付一期婚姻啦 又在某一种成熟的程度上 可是这种理由 我们常常听到嘛 过去台湾刚刚开始 要推行信用卡的时候 我们说台湾社会 还没有发达到那个程度 大家都不会接受信用卡的 或者说我们说 台湾还没有成熟到 接受两党政治的地步 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说人家还没有成熟 是哪一类型的人在说 都是现在享有自己的利益的人 就会认为说 你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 你还没有到这个足够的地步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多婚姻里面的人 说实在的 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 可是我们江医师 绝对会赞成婚姻里面的话 大概就可以纵情 大概就会尽量去做了 事实上的话 在品质上来讲 根本没有什么样的保障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倒认为说 在性教育上面 我们不能把家庭 把一夫一妻的婚姻 当成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人生道路 有很多人 不会走这条道路的 那你说他的情愈 要怎么样来解决 有很多人 他在这里面道路 发觉他走错了 那他要怎么样出来 我们通常在教育里面 希望是有不同观点的呈现 就连说过去只用国语教学 我们现在都有本土的语言 但是如果说在 其实说 这不是唯一的一种选择 可是到这 您刚才那种说法 如果让很多妇女同胞觉得 他还有可以尝试 或者去另外做一种鼓舞的话 那是不是也是会造成 各种问题 我想 其实我想和教授误解 我们一些关联 他认为 我所讲的一定就是 一夫一妻 一定要婚姻制度里面 去追求情欲 这个是不完全正确的 现在很多人单身 他宁可单身到四十岁 他一样可以去拥有 这些这份追求情欲的一个权利 那么八十岁 七十岁 我们也鼓励他出来 社交生活 追寻这种老年人的情欲 这都是一个合理的情欲 可是你不合理的情欲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婚姻中的外遇 这个伤害到别人 伤害到这个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会比较倾向于说 我们宁可离婚 也不要外遇 你可以离婚 你要走一个 一种很正统的一个 一种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观众朋友的意见好了 在这个听观众朋友意见之前 我们刚才接到很多 BBS族的朋友 心心人类所打出来的这个想法 有一位台北市张先生说 假如因为女性太保守 患了性能感 那么婚姻生活是不是太不幸了 那么台北县的一位廖小姐 太保守会性能感 问号 问号 另外有一位台北市的 好像是一位钟小姐吧 如果今天我上了club 去爽一下 不知今天所有的男人 会如何想 非常好 赶快去 是 节目完了就去 有一位宜兰的方小姐 说何小姐 你真有勇气 将女人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佩服佩服 另外有一位台北县的廖小姐 女人当然可以好色 因为这不是男人的权利 那么另外台北市的一位杜先生 女人若可以开放好色 这可是一件大好的消息 她倒显然别有所指 另外还有一位台北市的张先生 说女人应该享受性生活 不要婚后 总是要男人带领 所以连续针对几位观众朋友 最后还有一位也是张先生 当女人也到了可以大方说 今天也要到club去爽一下 这个社会就平等了吗 我从来不会这样认为 但是这是一个人权的起步 这一方面的人权 我们绝对不能说 等到我们男女平等以后 我们再来追求这个 这当然是男女平等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还有一些男人会说 比方说你刚才解释 那个所谓的大好的消息 好像里面有点暗示 大概是不是男人空间比较大了之类的 其实我刚刚已经先讲过了 女人的好色的话 我们对品质的要求很高的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 男人不愿意有这个 当那个女人好色的时候就是 随便什么人要上都行 不见得 没有什么样的情语里面的平等尊重 女人根本不跟你玩 是 我觉得男人跟女人 基本上是平等的 男人也有很多 很重品位的男人 我看过非常多的病人 他跟我讲什么 他说他奇怪 他人家别人跟别人的女人 都有感觉 他跟别人都没有感觉 只有对他太太才有感觉 这样的男人也是 绝对可能的 绝对可能 对 所以女人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呢 我并没有说女人不能好色 女人绝对可以好色的 女人应该把情欲开放 因为在长期的文化压抑下 女人是受到非常多的压力 这个情欲上的一种压力 这是不对的 可是基本上 你还是要有社会的规范 你说今天到帕博床下 男人女人都是不对的 对不对 基本上你要有感情 才衍生性 所以道德规范里面 还要包括还有个某一层 那这个感情是什么 在认识两三年 不一定两三年 两天就有感情 那也不一定的 总是 所以那 所以我说您觉得 不需要认识一段时间 随时随地 只要感觉品质好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品质好 什么叫品质好呢 两个人看着对眼 觉得我们可以平等的互动 我们愿意 在一个比较开放的 平等的空间之内 来营造一个情欲的品质 不过我在想说 像江医师讲的说 可能要这个大家认识了 好久好久 有什么什么感情 有的时候你知道感情 会成为情欲的某一种障碍 让我们都多听一下 观众朋友的意见 我们继续欢迎观众朋友 尤其欢迎女士们 也可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台北的宋先生 宋先生你好 您好 请说 我想请问何教授 如何才是美好的婚姻性生活 夫妇双方该有何种的心态 或者是你反对婚姻制度 谢谢 好的 谢谢宋先生 继续请教下面一位 台北的罗先生 罗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江教授说的很对 这个性 这个受益 不到多规范 是社会一段乱言 那为何太太的想法 我真的感觉到很恐怖 谢谢 你为什么会觉得恐怖 罗先生 罗先生电话挂掉了 张小姐 台北的张小姐你好 张小姐 李先生你好 好 我觉得男性有品味的这个就是重情的话 那女性当然也可以 那我建议如果说传统的那种一昧的去压抑女性的男人呢 请他们去戴上那个针钞带 那我很赞同那个何教授所讲的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张小姐 台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请说 陈先生 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 而且江医师所说的 当然不是说什么道德规范的问题 我想请问何教授重点就是说 假设你的小孩 或是你所认识的青年朋友 因为重情这两个字 而在观念不模糊不清的状况之下 犯下一些错误的时候 谁负起这个责任 陈先生您电话不要挂 何教授 我先从前面那里回答一起 您先从这位长 先重情开始 我想先讲一件事情 教育 如果是真正搞教育的人就会明白 教育不是在书本上的知识的传授 教育是经验跟理念的结合 意思就是说 你要有本身有某一些经验 经历过某些事情 然后在理念上去思考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经过无数的讨论 经过新的资讯的质询 在这个整个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才叫做成长 才叫做教育 可是我们现在想法多半都是 你们都先别做啊 我们来教育室 你们上上 我们把教育教育教育完了以后 你再出去做 可是事实上 这样是不可能学得贵任何东西的 整个教育的完整度是不是够 您觉得现在的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里面 其实没有包含任何的经验 这不单单是在情欲和性方面 我们的地理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政治教育 公民教育 没有牵涉到任何经验上的事情 只在被教科书上的答案 我认为如果是这一类的教育的话 我们太多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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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电话先上吗 对 我还在 是 请说 我是想请到何教授 对 没有错 实际的跟理论上的不同 可是在还没有完全准备之下 他就先以实际行动去测试的话 你要晓得 是不是会撞得跟释迦摩尼一样满头包 然后他必须要承受很多的痛苦的代价 而导致社会成本的付出 你要了解 重情这两个字 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在一个青年的心态里面扎根的 所以陈先生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想陈先生把我们全国很多父母的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了 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一个主要目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做性教育呢 事实上就是要给这些青年 青少年 给他一些完整的准备 那么我们的性教育在比较高一点年纪的青少年 我们还是教他情欲的 我们并不是不教这些东西 那么很多我们做问卷 发现很多人的性是从经验得到累积 他都经过多少痛苦的经验 甚至有些经验造成他一辈子的悔根 这个谁来负这个责任 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的人就在这里 刚才有位观众朋友觉得 因为罗先生说感觉好恐怖啊 你讲的话 您的反应是 我倒觉得婚姻如果是每一个人人生的唯一选择 这是非常恐怖的人生 因为一旦进入这个牢笼 连姜医师都说宁可你离婚 也不要你踏出这个门 所以在这里的话 事实上婚姻就是情侣人权的剥夺 那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想说离婚就是说 在很多治疗都失败以后 事实上我们挽回了相当多的这种 性功能障碍的这种病人的这种 所谓的情欲获得的性功能障碍 是可以治疗好的 只是何教授不知道 就是说还可以挽回的余地 就让他说能够走上一种不归路的外遇 然后造成一些只要爽就好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冠言 我们再听一下观众朋友的意见 我们请下面一位是台南的一位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来请说 你好 我觉得从头到现在 你们讲的都偏你主题了 怎么讲 今天所有讲的题目是 你们能不能设 是您的问题 是一种良心的规范 这是年青少年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这是要政府或社会单位去解调的 去教育从教育的 今天是针对你们 他本身 他是不是能够出自于内心的性格 不受那种法律的规范 我再讲 是 我太太在旁边听了 他觉得很好笑 说奇怪 那为什么副理事长 不知道他结婚后 他跟他他在性 他性关系还是分成就性关系了 我们是分成就性关系了 但是我们也很内门 好的谢谢 谢谢张先生 台中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举说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两位教授好 我本来看起来那个女人好色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我很赞成这个江医师的那个讲法 还有何教授他的观念 我认为都我不赞成 为什么比方说他有一个女孩子 他的女孩子 如果太放重的话 他作何感想 那不要说是女孩子 就是他的男孩子 如果是太放重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那他怎么处理 还是你刚刚也提到就是年轻的这一辈的 非常谢谢陈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打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高雄的一位陈先生在电话线上 我们马上就回来 立刻回来 总继续欢迎高雄的陈先生 陈先生请说陈先生 主持人李先生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何小姐所讲 她是结果论 她这个主题 照理讲是很好 但是她所讲的都是仇恨 男人好色本来就不好 为什么可以提女人好色 她应该在观众 教导观众一个良好的观念 她能够提出 怎么使理性开放 但是她所讲的都是一些仇恨 男人可以做的 我们女人就可以做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您认为何教师从仇恨的观点 我们马上请她来回答 但是首先念几篇刚进来的 BBS族的言语 一位季小姐说 女人其实也是很好色的 只是被压抑很久 否则Friday怎么会如此盛行 另外有一位施小姐讲 我赞成 女人将心中不平 大声地告诉全天下的男人们 女生这个写 用这个电脑打进来的 都蛮开放的 台北市的一位审仙人 会有反对的声音 只是因为长期 五千年的性压抑罢了 另外一位 苗栗县的罗小姐说 何小姐 谢谢你告诉我应当如何成为 一个现代社会的豪爽女人 不过 与传统脱离的女人 向来不容易获得赞同 这种论调 岂不害了女人吗 还有一位台北县的杨先生说 我觉得应该可以 因为男人都可以看Playboy 那女人有啥不可 最后一位 是一位台北市的吴先生 不但女人不能够重情性关心 男人更不行 所以男性同胞应该反省 否则跟畜生无异 这个说法 我觉得真正是在一种 很压抑的 很仇恨的态度上说来 你不觉得像刚才那位 陈仙人讲说 你因为是因为仇恨 而用很多的观点来 女人不是由仇恨的观点出发说 你们男人可以 我们也可以 女人是从痛苦的经验当中说 我们不要这样子品质生活 我们不要我们的丈夫说 他愿意就愿意 也不管我看着三个小孩子 每天累得要死 他说要就要 我在自己的运动过程当中 听到多少的家庭主婦说 她们的情侣品质实在很差 可是作为妻子 她能够说不吗 她如果说不 她的丈夫就说 你不给我 那我出去好了 所以这种情侣品质的要求 是每一个女人心里面想要的 她们是出于自己痛苦的经验 压抑的经验 寻求解放 而不是说仇恨男人 想要胜过男人 所以你因为不是一个仇恨 而是来自长期的悲情 而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用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说法 来限制女人的情侣发展 事实上的话 就会造成刚才有一位小姐讲的说 那那种跟传统的价值脱节的人 岂不就成为劣势了 就被牺牲了 现在要做的情侣解放运动 就是希望女人不再做劣势 我们希望在性教育里面 不是单单的呈现一种价值观 而呈现多种人生的选择 重情是一种人生选择 江教授 我相信这个讨论会有个正面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知道情侣是要解放的 有些女人被压抑的情侣 很多女人用法师来表达说 她们觉得情侣应该解放 那么男人要用什么心态来看 用包容心态 要跟女人一起来了解情侣是双方的事情 很多妇女像何教授讲的是没有错 她的性生活的品质非常差 可是她说解决的方式绝对不是走出去 而是应该不是走出去外遇 而是走到这个諮商的地方 或者是跟她先生一起来接受我们的 她谈的不一定完全是在家庭生活里面 未婚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我想男人应该去了解女人是有情欲的压抑 我们是了解女人应该解放出来 那这个正面意义我想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可是女人不是在要求男人了解 要求男人包容 我们要求很多年了 没有得到回应 因此女人决心我们自己走出去 我们自己在我们要的情欲空间里面去发展 当然江医师可能会认为说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的女人都要出墙了 不一定 有的人可能出墙了 有的可能发展女同性恋情感了 有的可能自己在家里看很多色情的小说 经营她自己的情欲文化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要要求的是说 我们社会文化要有更大的空间 让女人可以做不同的人生选择 我刚刚已经讲过 重情是一种人生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说你不可以走这条路 就像过去一党独大的时候 我们别的政治言论都不准出来 别的生活方式都不准讲 这放纵本来就是放纵言论质疑 我当时一党的乱扬 我并不认为说 每一种路都可以走 我是觉得要走很多的路没有错 应该要多重选择 这我赞成 可是有些没有道德规范路 还是不能走 比如说男人现在嫖妓 这对吗 这当然是不对的 男人外鱼这对吗 这不对 女人说我也可以这样做 这仇恨出发点 对 这是错的 那我们再多听一下观众朋友的声音 中立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请说刘先生 你好 我首先请教侯教授 这个我也欣赴你 我也替我们男人万分感谢你 你能提倡女人好色 对我们这个想要的人 可以跟你说一下万岁 侯教授万万岁 另外我请教侯教授 你有没有女儿 你有没有媳妇 假如有的话 那个你要再思考 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 这个未婚生子 担心家族 而且现在标策子这么多 就是因为道德观念来的 是 所以刘先生的感觉 是蛮忧虑这件事情 您待会还可以继续回答一下 台北的叶先生 叶先生你好 叶先生 请说 对不起 我想请问何教授 不知道你有没有女儿 要是说你今天是一个已婚的人 然后你有个老公 你女儿跟你老公看得又顺眼 那发生了父女的关系的话 那你又做何感想呢 是不是 我这个问题可能不大 是 好的 继续欢迎台北的周先生 周先生 喂 请说 我很赞成那个江医师的论点 那我今天对这个何教授 刚刚有一位先生说很恐怖 我来补充一下 事实上我觉得他所讲的一些 正是现在社会的一些乱源所在 现在我觉得社会上的女孩子 已经没有那种性压抑的这一种 已经毕竟很少了 那未婚有子的也很多 我们倒不觉得说这些女孩子 我们看不起她 但是何教授的这一些 他的一些论点 让人家听起来非常的这个 很不可思议 好的 谢谢 谢谢周先生 台北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你好 请说 你们刚刚提到有关青少年的问题 那我这里提到 欧洲大部分的国家 就是大概是我们国小的五六年级 或三十年级的时候 就教这些事情 那这个是教导男女生 接客做好那些避孕的方法 然后防性病的方法 做好这些预防措施之后 青少年也可以去爽 因为有预防措施的话 就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那事情变复杂化 但是父母双方 双方父母大惊小怪 所以林小姐已经觉得 已经防止不了的时候 不如干脆做预防性的措施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样子 好的 林小姐谢谢您 台北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王小姐请说 你好 我想请教何教授 请问他 你自己本身如何在婚后 跟如果搞婚外情 而不会影响你的婚姻生活 这是我想请教的第一点 第二个 刚有很多的听众提到一个 如果你有十几岁的小孩子 你鼓励他们这样享受人生 那剩下的所谓的责任性的问题 你都能来协助他们 好的 谢谢王小姐 新庄的一位张小姐 张小姐你好 张小姐请说 我们连续开始很多女性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了 张小姐 对 我刚刚就是发觉 奇怪 怎么都是男性打电话进来 所以我在想是男人 听到这个话题 甚至何教授这个话题之后 吓坏了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女人 就是他们印象中女人 有一定的可以规范 他们可以扛错 所以今天何教授提出这意见 他们发觉女人居然可以 可以有这种的思想空间 所以他们觉得害怕了 所以拼命地打电话来 甚至讲一些很 怎么讲 非常仿佛的那种说法 所以您觉得男人慌了是不是 对 慌了 我是这种 我真是慌了 他怕死了 所以何教授的讲法 我是非常非常赞同 因为他主要是要颠覆这种传统 所以他是故意用这种 比较激烈的方式 去让这种话题 能够引起多数人的注意 要是我的话我会做同样的方式 因为你一个新话题要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比较异于传统的方式 才会允许今天像今天 那个TVBS会花一个小时 来讨论这种话题 对不对 好的 非常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再接一位女性的观众朋友 台北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请说 你好 刚刚何教授所提的那些女人的自由 就是女人可以在家里看色情小说 可以走上同性恋的道路 也可以离婚 也可以有外遇等等 我觉得这些东西目前来讲 已经是很自由的一件事情了 已经没有人去阻挠一个女人 去做这些事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认为还是道德规范的问题 也就是说 刚刚有一位先生他提到 如果您的女人 对不起 和您的先生如果看对眼 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您又做何感想 好的 谢谢林小姐 我们最后的一分钟每一位 三十秒钟 就是说 刚刚有连续几位就担心 这是个乱源 三十秒钟 谢谢 解放不是乱源 压抑才是乱源 正是因为压抑没有出口 它才会乱 你才会觉得乱 而且很多时候乱 是乱了原有的秩序 原有那个不平等的 男女不公平的那个秩序 所以我认为这没有什么 而且大家说得很清楚 很多人都在做了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的言论空间里面 这一些行为还没有正当性 有人要不婚生子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讨论讨论 讨论讨论 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正当的事情 我们要求的就是情与文化的 这种改变 最后三十秒钟 男人真慌了吗 听到这种事情 我没有慌 我是很镇定的说 这个解放本来就是在进行之中 解放呢 它如果没有归患的话 它本身一定是一个乱源 事实上很多解放是在压抑中 造成一种不正当的解放 像我们在我们历朝历代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明末 清朱 就是这样子明朝造成乱亡 事实上跟这个信的一种 不正当的解放是很有关系的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讨论 2100全民开讲 谢谢今天晚上的收看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9点到10点 收看我们2100全民开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